郑姓男子今天凌晨驾驶计程车前往载客途中,经过高市新兴区一闪黄灯十字路口,与开小客车的张姓女子发生车祸,辆车损严重,姓双方驾驶街舞明显外伤,九侧职街为零。 警方调查,郑,67岁,驾驶计程车沿自强路往北执行要驱载客人,行经青年路口,遭在青年路往西直行的张,32岁,从右方撞上,导致计程车右车伸损,小客车则车头损,车前保险干掉落,并有漏油情况,所性证,张姓无明显外伤,经交通队到场实施酒策, 双方九侧职卫零,警方表示,车祸现场自强路南北向闪红灯,青年路东西向闪黄灯,一道路号制规定,只干到路口交汇时,车辆看到闪光黄灯应减速,确认左右无来车后才能继续行进,看到闪光红灯时,车辆应先停止,确认无左右来车后才能继续行进,详细肇事责任 上代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,车祸现场地上留下一大片油渍,记者张源于翻社,分享 正,67岁,驾驶计程车行经青年路口时,遭小客车从右方撞上,导致计程车右车深损,记者张源于翻社,分享 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